接下來的題型是給圖形 然後我們從圖形當中可以看出一些事情 或者是說我們所需要的某些 這邊有兩條線嘛 一條水一條油 所以你可能某些 我有所需要的資料從水來找 二頭水來找 來找一下 所以他說 濾寒啊 加熱啊 關心塗屋這樣啊 然後選項A啊 選項B啊 然後選項C啊 這三個其實都是不用算的 看圖有觀念就好了 唯一要算的是豬 油的比熱是多少 這個是要算的 而且應該沒有辦法直接算 因為你可能所得到的資料不夠 你要從水去找 經過相同的時間 用相同的熱源加熱 吸熱就會是一樣多 所以選項A是錯的 然後呢 他們是相同的質量 溫度上升快的表示比熱比較小 溫度上升慢的表示比熱比較大 但是呢 如果你有相同的時間 你應該是會吸熱會是一樣多的 大家的時間會是一樣多的 然後呢 並不是 就是因為我吸熱多 所以上升快或吸熱少 上升慢不降 所以B也是錯的 然後上升一樣的溫度 比如說都從20到60 你就發現油是3分鐘 水是6分鐘 那因為所需要的時間是少 就表示吸熱就比較少 所以吸是錯的 所以這三個不用算的通通都是錯的 如果是考試你就不要算 你知道答案就是出 但是你在自己在學的時候就要會算 然後如果算得出來就要會做 然後要會做出來 同樣加熱4分鐘 我們的水升到了50 我們的油升到了70 同樣加熱4分鐘 我們的吸熱會是一樣的 所以我就可以寫個等式 叫做油吸熱等於水吸熱 水吸熱等於油吸熱 怎麼算吸熱 H等於MSΔD 所以呢 那它相同質量沒有告訴我們剩的M 那或者你射在1也可以 射在1也可以 所以呢 MSΔD 這是油的吸熱 後面 MSΔD M乘1乘這個50乘30 就是水的吸熱 這兩個吸熱是一樣 因為同樣是4分鐘 然後呢 M就可以消掉 你可以算出S是0.5 然後呢 豬就是對的 所以我們答案就會選的就是豬 OK 這就是 看圖形 然後得到 好 同理 請問你 這個值不合 誰的推論是對的 A不用算 A不用算 B應該是看圖就曉得了 C也應該不用 C呢 應該也不用算吧 豬要算嗎 好像也不用算 所以你看顯然 我不見得要靠計算啊 有觀念就可以啦 好 就可以知道啊 答案應該多少 這句話我之前跟各位講過了 我們考試不見得要考計算題啊 我們就考你觀念就好啦 來 來 我們找可愛小女生嗎 9號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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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好玩 2個小老師隔壁號 你選豬喔 你還要問人喔 不好吧 請坐 答案是 10 圖中可知道乾纱的溫度上升快 質量一樣 溫度上升快 表示比熱比較小 所以A是錯的 然後同樣加熱8分鐘 乾纱的溫度大概45 然後初溫是20 上升25度 所以選項B呢 也是錯的 看圖就知道啦 然后同一个热源 同一个热源去加热 加热相同的时间 它们吸热是一样大的 所以是也错的啊 这也是观念就有啦 然后猪呢 相同的加热时间 比如说八分钟 那干沙到了四十五度 水到了二十五度 所以干沙温度上升多 所以猪是对的 所以我们大家就选猪 这不用算啊 看图就晓得啦 看图晓得 OK 给一个图 问各位一些问题 请问你 这又有个图啦 请问你谁是对的 A不用算 看图就晓得了 B呢 如果要算的话 没有办法直接算 要找水来帮忙 C也是一样 要算的话要那个 猪理论上看图 就可以晓得了事情 因为有一个温度变化趋势 应该看的都会晓得了事 所以如果你需要计算的 应该是B跟C是要算的 B跟C是要算的 然后呢看你要不要算 这样子应该是什么呢 这样子应该是什么呢 帅哥男 这里没有帅哥男 有 3-2 3-2 3-2 你选出哦 你选的不用算的哦 应该哦 如果不用算是答案的话 这个题目就好简单啊 因为你要算的 要算的都会不用算 就知道答案是什么 加热8分钟的时候 液体到了40度 水到了30度 然后呢 你可以知道它的温度变化 所以就知道A是错的 然后8分钟的时候 同样8分钟 液体的吸热跟水的吸热 实际上因为加热时间相同 所以热量会一样 所以我们就可以写一个 那个用水的吸热 因为水的比热我晓得 那那个东西的比热我不晓得 但是我可以用水来算 所以2MSΔ200卡 所以就表示8分钟的时候 水吸热200卡 液体也吸热200卡 所以B是错的 然后呢 这个等一下问你 体质三约2问你说 那个应该是什么答案 然后上升到30度 上升10度要8分钟 20度要8分钟 上升到40度要上升20度 所以就要16分钟 这比一比就知道的事情 所以我们答案就选了 叫做猪 所以答案就选了 叫猪 OK 这就是练习16 OK 于是停车站接问 比热多少 比热多少 你刚才已经有个8分钟的水的吸热 所以它就会等于液体的吸热 所以理论上你就可以带那个H等于 MSΔT能够知道比热 OK OK 我追了 可爱小女生 15 贵班 没有15 11 11 那个要跟我站起来说我不知道的 对 您做 你每次都要跟我说你不会 你不晓得 你不知道 刚才讲过8分钟的时候两个吸热一样 我刚才已经算出来了8分钟的液体的吸热 它就会等 对不起 有水的吸热 就会等于液体吸热 还是MSΔT啊 所以就这样子啊 你可以写 我刚才是已经算出来了 但我现在是再写一等式 一边是水的吸热 MSΔT 一边是液体吸热 MSΔT 然后比热比较的S 然后呢 就往里面带 这200值刚才已经算出来过了 可以直接写的 可以 所以呢 答案就是0.5 这就是 我们的练习 OK 用图形来给各位 不见得要考计算有观念就可以了 OK